他在說是民進黨頭號散散 您沒有人家 頭號還輪得到他嗎 講實話 台灣的政治環境都不是很健康 老實講 我也不喜歡去議會 你看我們這個選舉 你看看 也是很得體 老實講 但是有時候怎麼辦 就是要應募 這就是 老實講 我也覺得 我們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社會 所以有時候 正常人在裡面就覺得很痛苦 他在說是民進黨頭號散散 您沒有人家 頭號還輪得到他嗎 你們晚上看call in節目就好了 總統會有把賽任的文章交給你 沒有啦 我事先 他們有問啦 我都不知道 我說齁 公開講的跟私底下講的時候會一樣 就是說 既然是你們要派人選 好 那就派人 都是專業就好了 另外一點就是說 議會是個問題 所以專業人士能夠應募議會 這樣就好了